这个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 跟政府的这个调查人员去 去喝茶 去谈话 那么这个不仅仅要介绍你的工作 有的时候还要谈心 这个表达对国家的忠诚 对 对表达对国家的忠诚 那么即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政府最后还是动手了 那我们是觉得就今年以来 就是说不仅仅真的我们机构 整体上来讲 对于民间团体的这个打压 是非常的严峻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政府整体上来讲 对于民间组织的这个存在 和它的这个发展 这个开始动手了 这是一个 比如说 对比如说这个百大的 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这个被 被那个注销了 乐视会被这个 教育部点名 这个要求各个大学 不要就是说阻止 要各个大学防止学生参加乐视会 这个造木的学生资源项目 那么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民间组织的这个交流网站 NGO发展交流网 那么被关闭了 还有当然一些其他的事情 也都是比较负面的 那我们这个机构 就是说 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这个可能就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们这个机构 整体上来讲 这么多年在一系列的这个 社会敏感的领域 都在都在尝试 我们这个跟社会的这种 连接在社会底层的这种 建立的这种网络 比较广泛 那么政府就是说 我担心 我觉得政府可能是担心这种一种社会独立的这种力量的这种成长 这样的原因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原因 就是说 我们听到的消息 就是说 中国政府今年去年和今年以来 都在进行这个严厉的这个互联网整治 那么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呢 这个我个人这个以个人的名义 给全国人大 其他的一封公开信 这个一封声明 要求全国人大这个罢免 这个工信部部长 李宗先生的这个职务 那么我们认为 就是我认为就是说 李宗这个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那么对互联网进行一场战争 好比就是说 在自毁这个中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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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这个环境 那么对就是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认为就是工信部的这种互联网整治的行动 在制造中国社会的这个动荡 和一种社会的一种不安定的这种状态 对 所以这封信可能就是说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概 那么我插一句 中宣部发出通知 就是要全国不要报道你和爱之行研究所的活动 是在这信之后吗 在这三月四号的时候 我的信是在一月二十一号发布的 对 那么在 你们这个就是在九二年的时候 你曾经被拘留过一次 02年 02年 曾经被拘留过一次 那么当时那个时候拘留时的中国的这个对防治 艾滋病传播这方面知识的这个公益活动啊 和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个爱之行研究所所从事的这种类似的活动 中国政府的态度 您感觉是没有变化呢 还是有些变化 这个02年之后 这个政府在这个病人的这个救治方面 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2000年到02年这个期间 因为河南爱滋病的问题 这个问题爆发出来了 所以成为中国的爱滋病问题 成为国际关注的这个热点 那么国际 很多国家的政府和这个国际的组织 都到中国去开展这个爱滋病的防治的这些救助的工作 那么中国政府呢 也是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那么在04年到06年这个期间 我觉得整体上来讲 政府在公平社会 在04年之前 中国政府基本上来讲 民间组织就做自己的事 政府基本上不怎么 不怎么管 也不怎么支持 那民间组织也没有什么这个 也没什么影响力 那么当04年之后 那么民间组织一方面 政府的这个门还是开放的 另外一方面 国际的支持也在增加 政府呢 有一些项目也在提供给民间组织 但是整体上来讲 就是说 到了06年和06年之后 形势就发生变化 就政府在和民间组织打架道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多的 就是说介入政治因素 比如说他 他会这个 他会拉拢一批人 来扮演这个 就是说拉拢一批民间组织 来听他的话 然后你听他的话 他就给你多一点的支持 如果你是持有一个独立的 这个批评的这种立场 那么他就离你远远的 或者说就不给你提供这个机会 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 政府的这个 这个自然人员总是不断的 可能在和不同类型的 民间组织的人 在私下里沟通 那么来这个 这个谈条件 这样的一些情况 这个 那么 就是最近的情况 看起来就是说 卫生部门对于民间组织参与 这个问题 整体上来讲 出现了一些倒退的情况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去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消息 就是说 卫生部起到了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民间组织参与 艾滋病防治工作 要在当地的卫生部门 和政府的一些 协会的领导下面 还有一个 民间组织参与 艾滋病防治工作 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也就是说 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区域 很小的人群当中 帮助政府 做一些艾滋病防治工作 你不能独立的做 你也不能在 全国范围内做 所以像艾滋型 这样的全国范围内 从事工作 可能是他们比较感到比较担心 好 我们已经有很多 听众和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了 像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问题 好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江天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权益 嘉宾是著名的 艾滋活动人士 万言海先生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讨论 免费号码是10810 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除了电话之外 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来提出问题 或者是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的电子邮箱是 us 新闻at gmail.com 好 我们现在呢 看一看我们哪些朋友 打电话进来了 现在请湖南的网友 张先生参加讨论 张先生你好 万言海先生你好 我早就听说你的事情了 你从事的这个艾滋军的工作 我认为是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 对中国政府也是无害的 中国政府 这个打印你们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我觉得你们的 你的这个事情体现了 就是中国人民 为什么要民主 要自由 要人权 就是从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产生出 人们要求 这个民主自由 人权宪法 才能够更好的来生活 就从这个艾滋军 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的观点说完了谢谢 好 谢谢湖南张先生 表示的看法 和对万言海先生的支持 我们再看湖北的张先生 有什么看法或者是问题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听得见吗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吉林的观众 赛先生 赛先生你好 万言海是我 多年也比较钦佩的人 我还有胡佳 你们这些年 北京的艾滋军 对艾滋军的人士 很多的帮助 可是我感觉中共 它对自己统治感到很空虚 和没有信心 所以对NGO组织 处出这些打压和取替 你比如说04年的高之胜 那个北京制胜律师事务所 后来有北京公盟 徐志勇 还有最近的北大 那个妇女法律 维田中心的郭建梅 等等取替 这些事情 所以我对万言海 能够从中逃出去 中共我长 感到很欣慰 你在国外做工作 也能够得心应手 这是我们非常支持的 谢谢你 谢谢听众 好 谢谢吉林 单先生 我们在下面再看一看 陕西的网友 袁先生 有什么看法 袁先生你好 你好 万言海先生好 我那边有两个问题 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万言海先生 中国有些民间组 最初会跨到的 一些政府的影响吧 不知道这个 北京还是行 听众组 这个组织是不是